小米01810贵迹性预期。大行齐齐唱好并上调目标价。刺激小米股价破顶,高建21.75港元。收市炒高11.4%至21.35元。单日成交额超越腾讯00700达117亿元。 市值突破5000亿元关口。中金发表报告指出,受惠华为的疲态,加上疫情后市场复甦。预计,小米在全球市占率今年将增至9.2%。 明年进一步达11.3%水平。该行维持小米跑赢同业评级。目标价大幅上调一倍至30元。职教昨日收市价仍有预四成的潜在升幅。 此外,大和发表研究报告认为,除着疫情的影响消退,配合海外市场的增长势头,以及新款低价手机Redmi 9A有望带动出货量。 该行维持对小米买入评级。目标价上调60%,由原先的15元一举上调至24元。 至于美银证券报告提到,小米贵迹性预期,虽然疫情打击小米手机在海外市场的销售,但仍能受为平均售价持续改善。 该行指出,在有望取代华为的前提下,小米智能手机出货量未来两年将有所上升。 重新对小米买入评级。目标价上调一成,由原先的20元。升至22元。 节目标价穾终紧plants。 马尔西� hvis词体 straffe breaking后保留, move保留。 下单击小米沟我很支持,得一下小米黄沟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